哈喽,大家好啊,欢迎来到《详心灵塔罗》,录这一支影片的时候刚好5月,2023年,我们已经度过了三分之一,今年有遗憾,也有满足,非常感谢这个频道里依然有大家的陪伴与支持,正是因为有你们,这个频道才有意义,每次看到时间流逝,总是有一点焦虑,不可否认人生过得真的是很快, 我总感觉自己还是小女孩,好像还没有学会啊,如何过好这一生,哎呀,就已经长大到人生快要过半了,当然我也知道啊,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经历,活着呢,也并不是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所以说来今天的影片,就希望是给同样畏惧时间流逝的朋友们的一个支持,一起来看一下,你正在走近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宇宙为你开启了, 什么新大门,那要说明的是啊,我们的影片不限时间,也不限制你当下的一个状态,只要你对影片内容感到好奇,那就请和我一起继续吧,在正式的选牌之前,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出领取好运四个字,来收取能量,祝福大家都能够领取好运哦,那桌面上大家可以看到,一共呢,是有三组的选项, 从左至右分别是我们的第一组,第二组和第三组,接下来,请静下心来,用直觉去感应这三张牌各自的能量,选择出跟自己最有连接,最有感应的牌卡 还在犹豫的朋友,不用着急,稍后会留下一些时间给你们做选择,如果说,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大家所选牌组的时间节点,就在视频标题下方的说明栏里,点击对应的时间分组选项,就可以和我一起进入到抽牌解牌的环节,那我们就等下见。 哈喽,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啊,那么这一张呢,就是大家选到的指示牌卡,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就是你正走进什么样的生活,宇宙为你开启了什么新大门。 好,我们将这张牌卡呢,先放到一边,因为我们这个频道的指示牌卡是都不进入到解析当中的,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们,你们当下的生活状态是如何的,我们来抽三张牌看一下。 第一张的话呢,圣杯的骑士,这一组朋友,你们当下生活还蛮积极的啊,我觉得说是心中应该是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件事情处于一个比较上心,以及说是整个人比较牵挂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可能说是你在一个追爱的路上,或者说你当下生活当中的重心啊,就在和某个人之间的那个情感连接上。 对,可能是这一段情感的话呢,已经占据了你生活当中比较多的一个能量,也许说你现在进入到了新的人际团体关系当中, 然后的话呢,你正在学习着如何锻炼自己的情商,锻炼自己与其他人之间的一个相处,锻炼自己啊,就是如何调整自己外在稳定情,外在情绪的一个稳定。 因为可能说你现在也逐渐发现了生活当中的话呢,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东西在于说是我们内心内在的一个稳定啊, 我们内核的稳定能够说是去让我们其他外在的啊,物质上,工作上,以及说人生目标上,可能就会进行的更加的顺利一些啊。 所以你们是在一个快速成长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也许说前一段时间正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起起伏伏,或者是改变啊, 或者是换生活,换工作赛道啊,换环境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现在的话呢,就迫切的需要一些新的能量的进入, 比如说是来自于说对你生活的一个指点,或者说是这个工作上啊,读书上啊,或者说是关于你爱情上面的一些指点, 你是希望得到一些建议的,当然你可能还是觉得啊,自己是应该靠自己的能量去解决大部分生活当中的一个难题, 只不过说你会有一点觉得自己的行动力有一点慢,毕竟说它虽然是一个圣杯的骑士,但是可以看到是吧, 排上面的人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较为静止的状态,那也会对应到啊, 有些朋友现在你生活当中,有人可能喜欢你,或者是你有喜欢的人, 但是你们之间的话呢,情感连接非常的重,唯独的话呢, 行动力上两个人再去向对方表达爱意,表达情感这件事情上, 是比较慢一些的,这个感情上进入到一种瓶颈期啊,发展受限的一个状态, 好,我们接着继续来抽牌看啊,第一组朋友们,你们当下的能量状态还有哪些? 好,我们直接把后面两张全抽到了啊,那我们就一起来看, 那第二张的话呢,是一个啊,也是一张宫廷牌啊, 第二张牌是我们的心臂试者,第三张牌来自于宝剑五的逆位, 心臂的试者,这组朋友对自己的工作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不满意, 然后你在这个工作上,你当下可能处于了一个状态, 我们从相对的一个能量上来讲,我知道说可能你已经是有经验了, 但是你想要去达到的那个职位,或者说是你所想要得到的那个报酬, 或者是你想对应到的那个调整, 它需要你能够提供的,或者是你所能够去拥有的, 是更多的一些资历啊,因为可能是在你晋升的这条路上, 或者说是获取金钱的这条路上,求职啊,或者说是去创业的这条路上, 前面有更多的人比你有经验,或者是比你有资历, 比你的话呢,物资更充裕,你现在的话呢,属于一种啊, 就是说的比较的直白一点,可能的话呢,能力有,能力也有, 然后的话呢,野心也有,欲望也有,但是的话呢,机会却很少, 可以看到啊,这个保健五的逆位,前一段时间或者说当下是处于一种, 稍微失落这样的一个状态,不一定到了那种非常糟糕的局面, 只是说我们的心里面会觉得说很烦躁, 因为的话呢,好像自己的目标离自己是有一点遥远的, 你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能够感受到的这种相对啊, 就是站在你对面立场的人是稍微多一点的, 你能够去听到的,感受到的讯息,也有很多是来自于你不想要去听到的那些人事物上面啊, 就是有些人说了一些话,其实你是觉得不合适的, 对,保健五逆位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能量的话呢, 就是其实这一组朋友思维上是有一点混乱的啊, 但是并没有说混乱到我们失去了自己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些目标, 或者说是理想啊, 你可以看到,因为连续出了两张公屏停牌, 就是我们这一组朋友, 你所想要做的事情, 你所想要达到的一个状态, 你的目标, 你其实非常的清晰, 也是知道自己所求的, 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那为什么还会出一个保健五逆位, 就是你会觉得说有些事情啊, 想要去达到, 然后又会难一点, 就会变得说是觉得心里很疲惫, 但是你心中的欲望的话呢, 又不停的在旁边叫嚣着说, 你想要去成为这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有些朋友其实比较的辛苦啊, 心必的试着, 代表着说有些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想要去创业, 或者说是想在工作上找一个副业, 你们的话呢, 甚至说可能之前是一个全职的, 就是可能在家庭当中, 家里面啊, 有其他的一些人事物, 花了你很多的时间, 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位全职妈妈, 之前照顾宝宝的一个时间是比较多的, 或者说是照顾家里的某一位老人, 是时间很多的, 然后现在你其实是想要去学习一些东西, 重新的掌握一些技能啊, 然后心必试着和我们的圣杯, 其实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能量, 就是相同的一个能量是什么呢, 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们, 既重感情, 然后也重视野, 现在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相对艰难的状态, 就艰难在了说是, 我们想要去闯事业啊, 冲事业的时候, 我们感情上面, 我们心里记挂的人, 牵挂的人是需要我们较多时间的一个陪伴的, 然后你可能说, 全情投入到你的事业当中的时候, 你所牵挂的人,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是花很多时间再去照顾他们了, 有一点你觉得说啊, 分身乏力, 分身乏术, 不停的就是去调整自己, 但是又会觉得说是, 始终没有办法做到那样合适的, 满意的一个状态当中, 然后当然圣杯歧视的话呢, 不得不讲啊, 圣杯歧视和心必试者, 就会代表这是说, 第一组朋友们最近生活当中是有好消息的, 你们的话呢, 可能是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想要共同的和你去创业呀, 或者是你突然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人, 也有可能说是你遇到了一个自己想要去提升自己这样的一个契机, 这样的一个契机可能说是你看到其他人的一个经历, 或者说是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你很喜欢的工作, 有好消息到来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和人和情, 不是, 和情感和物质相关是有好消息, 然后你现在的话呢, 就是属于一种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去做啊, 就是相对应的是停滞, 我会觉得说你们是有目标, 但是就是如何开展, 其实是有一点难的, 你心中的目标可能就是会远一些, 有些朋友的话呢, 你可能会是处于一种当下生活啊, 情感都是挺稳定的, 但是你又知道这份情感它当中的一些缺点, 不是你想要的, 你想要的是一份完美的爱情, 那你现在离你的心中的完美爱情之间的距离是较为远的, 因为你既是需要做一定的取舍的, 你不知道说和这个人继续下去, 能不能进入到那个完美恋情状态当中, 也不知道说是自己啊, 是否应该去舍弃当下的这份情感, 去寻找新的人,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是一个说不上不下, 又是一个相当就是直白的一个形容词, 能够看到你心中是比较的纠结啊, 重点的那个就是保健物的逆味啊, 就是在很多的冲突当中逐渐的觉得身心俱累, 就是这样的一个能量啊, 当然它不一定是外在的, 有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冲突, 好, 我们接下来来用我们的神语卡呢, 来帮大家看一下, 你正走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好, 那这一张牌就是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牌, 我们再抽一张牌啊, 然后两张牌一起进行解析, 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如果你真的在比较郁闷的事情是来自于说, 你生活当中缺少一个消息, 缺少说是有些人去比较明白的告诉你, 应该是怎么做, 那你不用再焦虑了, 你即将进入的生活啊, 它很显然是有人保护你, 有人为你指明方向, 有人的话呢, 帮助你啊, 去驱赶一些很负面的能量, 也会有人说是帮你看清楚未来的路啊, 有人能够说是很好的照顾你, 不然说呢, 哎呀, 我们要抽两张牌的, 好, 那我们就三张一起看啊, 第一组的朋友们宇宙的话呢, 他希望说是给到你们比较多一些的信息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得到的第二张和第三张啊, 我们的第一张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保护的力量啊, 即将会有人来保护你, 然后希望啊, 你的生活也许陷入到了某种很局限的一个状态当中, 那么说, 希望在这里, 你即将进入到生活将会是和你现在正在停滞住的, 或者说卡在那里, 或者说很绝望的一种生活会是完全不同的, 你会有新的一个开始啊, 有新的希望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很多事情的话呢, 它显然是要迎来一个转机, 然后第三张牌卡啊, 它也是一个信息很明确, 对, 第三张牌卡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个投降, 我觉得说啊, 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们有在被爱情所困啊, 因为很明显嘛, 这张牌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是一对恋人啊, 它其实不是一个很敌对的人, 所以说这个投降的能量, 它显然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情感啊, 爱情当中, 以及说是一些朋友的话呢, 是和你们的一些知己啊, 灵魂伴侣之间的一个关系, 它不一定就是你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恋情当中了啊, 我觉得说啊, 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们, 那我把这张牌放到这里啊, 因为可能说会三张牌一起放, 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啊, 就是暂时先这样看一下, 那首先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说啊, 你们的生命当中, 就是会发生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一个能量, 就是和你现在真的完全不同, 然后你可能接下来的话呢, 就会怀揣, 心里揣着一种非常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好事情, 以及说是转机, 对, 转机带给我的能量也很明显啊, 就是这一组朋友, 你看我们刚才做, 看你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的时候, 可以很明显看到你的思维是比较的混乱的, 有矛盾啊, 你可能是时不时的就陷入到一种非常的心累, 或者说是想要去逃避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那你可能说是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 会发现啊, 自己不需要去思考很多了, 你所渴望的贵人, 他是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成为你的保护者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其实就是一个守护灵的一个能量, 对, 宇宙的话呢, 会将他对你的保护啊, 给予到生活当中某一个非常具体的人身上, 所以你不会是感觉到很迷茫的, 将会被保护的很好, 而且说可以看到, 是不是牌卡上啊, 其实周围的环境是比较黑暗啊, 比较的低频的, 对这一组朋友能够在你们这个, 我们把它定义为贵人啊, 用,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守护灵, 但是我觉得你的守护灵会具体的出现在, 呃, 你的生命当中, 给你一定的指引, 然后也是其实贵人的能量是非常强的啊, 就是你们接下来的时候会觉得说啊, 生活当中在即将能够去, 即将要做出判断的时候, 有人会出现在你的身边, 会告诉你如何去做决定, 如何去做判断, 如何去选择一个真正适合你的行动, 以及说是适合你的那个人出来啊, 这里的话呢, 他不一定就是你的爱人, 不一定就是你现在已经是认识的人, 也有可能是你生命当中即将会出现的新的人, 嗯, 对, 然后的话呢, 被保护的能量, 也是说有些朋友啊, 你看, 你在爱情当中其实是一种啊, 这种很有勇气, 也是很能付出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你们爱上一个人就真的会为对方好, 以及说是为对方付出, 能够看到你的话呢, 对爱情啊, 永远保持着属于你的热情和天真, 也许说你过去的时候也是有经历了, 一些来自于说情感上的不忠诚的能量, 背叛呀, 伤害呀都有, 但是的话呢, 你依然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有一份属于你自己那一份啊, 非常热情啊, 非常纯粹的那样的一个想象, 然后的话呢, 在追求啊, 人生理想, 人生目标, 物质上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一个非常地真诚, 以及说是很用心的去投入, 不管说这份工作是不是要加班, 你的这份梦想是否离你很遥远, 我都能够看到说, 你愿意为之付出, 为之努力, 然后, 为什么还未得到这个保健物这张牌的话呢, 那就是其实这一组朋友, 你的人生当中是缺少了那样的一个契机, 缺少了那样的一个机遇啊, 那正是说宇宙啊, 安排你的守护灵, 安排了贵人到你的身边, 所以你会觉得啊, 自己的生命当中, 做很多事情都会变得顺利起来, 以前的话呢, 不敢想的一些事情, 那你后面的话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想了, 有些朋友的话, 甚至是整体命运都会有一定的就是改变, 你会觉得说自己不是一个被抛弃的人, 不是一个被放下的人, 而是一个说啊, 被宇宙引着路, 甚至说是你在未来接下来人生当中, 你可以看到这个三张牌卡当中, 其实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一盏灯, 你接下来的生活, 他绝对是会有一个高于啊, 高于爱情, 高于工作啊, 高于朋友, 也高于恋人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 他能够给你非常多的一些指导和建议, 永远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出现在你的身边, 能够陪伴着你, 度过什么呢, 迷茫的时期, 度过一些有毒的啊, 暗夜的那个非常黑暗的一个能量时期, 也就是说是在爱情当中, 遭受什么伤害的时候, 对方也好像是能够很快速的出现在你的身边, 帮助你去保护你的能量, 有些朋友其实会让自己的话呢, 就觉得说, 我的生活真的是很辛苦, 我已经就是受够了说是在爱情上投入, 或者说是在工作当中去付出, 但是其实我能够看到的能量, 还是你们有一颗啊, 非常炙热的心, 对, 你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还是会陷入到说这种比较的勇敢, 以及说是愿意去奉献, 愿意去付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也是说这一组朋友, 你们要留意一下, 你们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新的人, 这个人他来到你的身边, 可能不会是友情的名, 不仅仅是友情的名义, 或者是爱情的名义, 我觉得说这个人意义很重大, 但是又没有办法说是用一个很单一的词汇, 去来形容他, 你和他一起相处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的话呢, 心是很踏实的, 自己的话呢, 是对未来更加有希望的, 也是说在面对一些其他人对你的一个伤害的时候, 你不会说是感觉到非常的无助, 或者说是感觉自己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办啊, 你能够去感受到这个人的能量的, 这个人他即将会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甚至说他现在已经存在了, 只是说他现在还在一个慢慢靠近你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大部分第一组的朋友, 你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人他是谁啊, 这个人他跟你的故事一旦开始,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磁场一旦建立连接, 你就会发现啊, 自己开始对很多事情的一个看法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然后我们再说这一张啊, 希望这张牌, 其实希望这张牌的话呢, 就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牌啊, 它就会对应到说是, 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就是, 万事万物皆有可能, 就是一些我们可能特别有执念的, 然后下订单下了很长时间的那些愿望, 它都会给你一定的讯息, 让你看到它是可以实现, 可以被进入的, 充满了希望, 那其实的话呢, 很多事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开始, 有转接, 哪怕说它可能是对于过去啊, 就是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的一个人, 他也可能会再次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里抽到的是一张投降啊, 就是我们始终啊, 要放下自己过去的一些坚持, 有可能是对方放下他那边的那些坚持, 最后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能量啊, 你跟对方是可以进入到那种疗愈自己和疗愈对方这样的一个状态, 去重新体会啊, 到底说自己和他从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会找到来自于说你们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个点, 并且说呢为之付出努力, 你们的话呢如果说和某个人之间关系现在非常的僵持啊, 甚至说是存在着说目标不一致的一个状态, 那么接下来你们的话呢开始感情之间就会什么啊, 找到属于你们的那个机会, 就是一些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办法跨过去的阻碍, 你们的话呢就能够通过和对方走到一起啊, 就是走过那样的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 或者说是最终这让某些阻碍顺利的去完结, 达到了你预想的那样的一个结果, 对,我觉得说你们会改变自己思维上的一些执念, 或者是一些想法, 但是你一定是比较乐于去改变的啊, 你为了那样的一个结果, 愿意去做出一定的调整, 愿意说是去做出那样的一个妥协啊, 对, 它不会让你感觉到很痛的, 因为你知道你做的这些改变, 也一定能够给你带来的是非常正向的一个结果, 宇宙的话呢, 安排着一些啊, 过去就是很强硬的人, 但是他会适用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你的面前, 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啊, 就是你的生命当中存在着不一致能量的人, 他不一定是来自于爱情层面上, 我们刚才的时候抽到这张牌卡, 说到他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爱情, 但是其实有一些朋友啊, 就是有一些过去伤害你的人, 甚至说当下还在说是用他的那种特殊的能量, 然后干扰你, 影响你, 我觉得说他逐渐会意识到, 他是没办法去改变你, 没有办法伤害你, 从而的话呢, 去妥协啊, 就是他逐渐的淡出你的生命当中, 他逐渐的去向你的能量进行投降, 逐渐的意识到说, 你其实不会说是会成为和他一样的人, 然后他终于此行离开伤, 就是不再伤害你, 他开始去寻找啊, 生活当中原本属于他的那样的一个轨道当中, 不会说是在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去干扰你, 然后当然投降这张牌的话, 我觉得说这组朋友现在对于某些人士, 事物啊, 你心里是觉得很难接受的, 对于某些结果, 某些消息, 你会觉得说非常的不甘心, 甚至说是觉得非常的可惜, 然后心里面或多或少, 其实会有执念的, 我们的话呢, 其实会感受到, 这个消息到来的时候, 能够对自己的一个打击非常的强, 也是看到有些朋友啊, 就是会面临着一些分开, 甚至说已经就是分开了什么, 对于说是分开之后自己过去曾经付出的, 或者说是对未来可能会到达的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 你生活当中啊, 就是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你和他之间现在的一种状态, 是完全你不能够去接受的, 对, 所以接下来的时候啊, 我觉得说你们会真的调整一下自己, 也有可能是对方调整, 从而的话呢, 两个人心再一次的在一起了, 其实投降啊, 它并不是说我们事情的一个关键, 我们应该看的是结果, 结果就是什么呢, 你和这个人之间有这种兵士前嫌的一个能量, 最终的话呢, 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能够达到最理想, 两个人最匹配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们虽然说啊, 可能会因为某一个人, 或者是某些生活当中的其他的人事物啊, 消耗很多, 就是会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啊, 一直在处于一种说向外流动, 但是没有吸收到说, 属于对自己有营养, 有滋养能力的一些能量的话呢, 那显然来讲啊, 你就处于一种比较的匮乏这样的一个状态, 有些朋友就是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想要再付出了啊, 不想要再去持续的做某一件事情了, 但是你会觉得说自己过去的那些付出对于你来讲, 是一个说是就每次回回头去看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的心是受伤的啊, 就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被看到, 自己的努力完全没有被认可, 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投降其实也是说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们, 你们会有再次的机会去重新的看一看自己的人生, 重新的再去审视一些可能自己非常有执念的人事物, 从而的话呢, 对自己的一些人生, 对于某些人的未来想法有一个大的一个调整啊, 就是仔细想一想自己的执念坚持下去, 是否是能够啊, 得到一个说真的很满意的一个结果, 那有些朋友的一个初衷在宇宙看来的话呢, 他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去做出调整啊, 就是再看看自己想要达到的那个结果, 或者说自己采取的那个方式, 到底说是否是合适的啊, 这个投降有可能是我们对于自己内心的某一种想法这样的一个投降, 嗯, 就是你要去对自己和自己身边人啊, 有一定的改变的,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朋友都是这样, 我相信说大家可能面临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致的啊, 好,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再来看一下宇宙为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们开启了什么新大门, 有哪些机遇会到来帮助我们去扣开这个新大门, 我们接下来的人生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我们抽一张塔罗牌, 好, 圣碑的女王啊, 这张牌很好, 对, 新的大门, 你看我们当下其实是一个圣碑骑士这样的一个状态, 圣碑骑士, 那我们呢, 新的世界, 新世界的大门则是一种圣碑女王这样的状态, 那虽然他们都是宫廷牌, 但是它有一个很明显升级的一个能量, 就是说我们第一组朋友啊, 你的感情上面会获得更多, 当然也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情感, 可能我们会因为其他的人事物, 就是觉得自己的对自己的认可程度会更高一点, 你可能的话呢, 能够感受爱, 感受幸福的来源不再是某一个人身上, 因为它是一个国女王牌啊, 就是说你可能会来从自己的工作当中去感受自己的能力, 感受自己的快乐, 有可能是在和一些其他的工作当中的同事客户或者是你的朋友, 你的爱人当中去感受到这些情感的连接, 能够让你自己认可自己, 能够让你发现自己是非常的开心的啊, 也是说我们这一组朋友啊, 从情感上对自己是很认可的, 你非常明白自己所想要去继续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它是很正确的, 你即将就是能够进入到一种说是被其他人围绕啊, 就是别人都会在羡慕你, 觉得说你能够去成为的一种状态, 是别人都是非常羡慕, 别人都想要去成为的, 圣碑的女王啊, 这一组朋友情感上满意度是非常的高的啊, 然后的话呢, 星碧的骑士啊, 星碧骑士你们新世界的大门的话呢, 我觉得说它的打开啊, 机遇来自于你的行动, 对, 你接下来的生活就是会动起来的啊, 宇宙的话呢, 就是让你发现了你可以去前进的那样的一个方向, 你这边星碧的一个试着, 其实你知道自己应该去调整, 应该进入到怎样的一种状态, 你是知道说是自己最终的那个结果, 那么当下怎么去做啊, 显然来讲宇宙的话呢, 它会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答案, 让你知道说是接下来你要去朝哪个方向去走啊, 我们整个人是骑在了这个马身马背上, 开始朝着某一个目标前进着的, 那同时的话呢, 有些朋友啊, 你们之间的一个情感的话呢, 我觉得会流动起来, 你看啊,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呢, 其实三个人啊, 所看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 有人看向前方, 有人看向右边, 有人的话呢, 低头丧气, 什么都不看, 代表着说, 你心里其实是有人的啊, 有一个桃花, 甚至说是两朵桃花的, 但是你会觉得说他们都不适合你, 或者说你会觉得他们都没有那么的爱你, 心必的适者是一个动起来, 而且说目标很坚定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有些朋友最终能够说是去感受到一些啊, 真正对你好的一些人啊, 真正说是这段感情合适的一种状态, 你找到了那样的一个平衡点啊, 会是说是两个人相对应的, 都有怎样怎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可能说啊, 就有些朋友如果说你们过去有在情感当中的话呢, 我觉得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点, 一个的话呢, 可能偏感性一点, 一个人可能是更注重现实层面的一些东西, 就会是说两个人一旦有, 来自于这方面的一个冲突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去谈拢, 没有办法去说好, 两个人一因为某些事情就会去闹崩, 甚至说是只能讲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些东西, 就是去讲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事情, 可以没问题, 两个人不会有任何的矛盾, 但是一旦涉及到啊, 你们两个人各自内心当中的一些坚持的时候, 这个矛盾它就会有大刺, 有大爆发这样的一个能量, 对, 所以你们的话呢, 当下在这段感情当中, 对于某些是否想要的东西, 还是不一致的, 有各自的一个看法啊, 也许说你们过去或者是现在, 还处于一种说在推推子, 然后就是不去面对, 不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说啊, 新世界的大门里, 你们的话, 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也许说可能会痛一点, 可能会不舒服一点, 但是你逐渐的啊, 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或者是念想, 有这样的一个执着和行动的力量, 然后当然啊, 星币的骑士, 这组朋友在这个工作上的收获也还是蛮强的, 能够看到说是啊, 你收到了来自于金钱上面的一些小惊醒, 有不期而遇啊, 很意外的一些意外之财啊, 对, 很意外的意外之财, 我太会形容了, 说了一个很没有营养的比喻, 对啊, 就是能够看到啊, 星币骑士, 你能够就是有这个偏财运会蛮好, 但是同时你是两手抓, 你看你的目标是你的正才啊, 是你的那个主要的工作的那个来源, 然后同时的话呢, 你还兼顾了自己的副业, 我觉得说你们新世界的大门的话呢啊, 一定是问你打开的有来自于钱的大门, 以及说是这个啊, 圣碑的女王, 有这个情感上的一个大门, 再来抽一张牌啊, 再抽, 哇, 第三张牌, 死神啊, 不破不立的一个能量, 所以死神牌看起来其实会有一点吓人, 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的话呢, 就觉得啊, 死神牌多多少少是会影响到我们看牌的朋友们, 你们的一个心态, 可能一旦觉得说死神出现的时候, 就会是很糟糕的, 好消息也没有那么的好了, 但是其实随着我对啊, 大家能量的一个就是连接, 以及说很多事情的一个感受更加的深刻之后, 其实我觉得说死神牌到在我们当下的一种状态当中,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可能会发现啊, 自己在年轻的时候, 或者说更小的时候, 就完全和某一个人之间结束能量连接, 完全的去和一个人断掉关系, 或者是重新的去学什么, 当我们不停的在去学新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小的时候, 我们的接受能力会更强一点, 但是到越到后面的时候, 改变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所要去兼顾的人, 所要去注意的事情, 背负的希望都越来越多, 其实改变就会变得说是举步为坚, 非常难啊, 你可能要去考虑很长时间, 才能够说是去做出一些判断, 做出一些行动, 因为的话呢, 过去我们可能说是去把自己钱包里的钱都拿出来去做某件事情,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就不敢这样做了, 因为我们要去给自己留一些后路, 留一点退路, 所以死神牌在这里, 我觉得说一定是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了某一个机遇, 或者是某一个人, 它能够说是足够强的影响到你, 让你非常坚定的去做, 所以才会出现死神牌这件事情啊, 放下执念啊, 放下执念啊, 然后的话呢, 是一个重生的感觉, 这组朋友啊, 和某个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以及说拉扯, 终于要结束了, 就是有一些朋友, 你们会从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去走出来, 最终的话呢, 你可能会走到说适合自己的那一段情感关系当中啊, 我们刚才也是有看到第一组的朋友们, 接下来生活当中是有蛮多的新人进入的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新人, 他会来到你的生活当中, 为你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一些改变, 你能够说啊, 从这个人身上去学习到很多对你有帮助, 对你能够去有提升的这样的一个人, 能够让你感受更多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死神牌啊, 有些朋友就是能够有这种非常大的一些改变, 就有些朋友已经对于自己当下的生活, 处于一种说是非常的敏感, 想要去改变, 但是又跳脱不了当下生活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些红利, 或者说是一些优势啊, 就是你没有办法跳脱它, 就是你虽然觉得它不是你想要的, 但是它依然提供了一些保障给到你, 我觉得说啊, 会有新的保障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让你的话呢, 真正脱离了一些对于你来讲不合适的人事物, 甚至是关系啊, 就这样的一些内容的啊, 死神牌, 有些朋友是终于啊, 就是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区, 对, 因为其实你可能已经在某一个工作, 或者是团体行业当中做蛮久了, 然后已经的话呢, 在物质上收获的回报是比较多的, 以及说啊, 收获的这个职位啊, 发展也都还可以, 但是其实你又知道自己的天花板是比较低的, 或者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份职业, 它不是长远之际啊, 我觉得说你会发现一个更加合适的团体, 或者是机会, 让你的话呢, 走出这样的一个舒适区, 去挑战自己, 去重新的尝试什么, 它一定会给你非常多的安全感的, 所以你才会说是去勇敢的走出来, 有些朋友会去进入到一个创业的状态当中啊, 就是你的话呢, 会遇到一些人啊, 就是你的合作伙伴, 对, 你们会共同的做一些新的事情, 能够的话呢, 有些朋友甚至说是在发展副业这件事情上, 副业带给你的收获成就, 会远远高于你的主业, 然后你的重金可能会偏移, 然后最终会慢慢的跳脱出来, 就尤其是有些朋友, 对于现在的工作会感觉到非常的疲劳, 以及说是厌烦的话呢, 我觉得说你们能够遇到一些对你非常有帮助的人, 相互欣赏, 相互都能够说是给对方一定力量, 而且说是精神的力量也是必不可小的, 你们其实让我觉得说是有能力去改变, 有能力去挑战, 然后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不自信的能量, 我觉得会有人在精神上给你很多的帮助与陪伴, 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一些事情啊, 对, 所以说这里就是第一组的朋友们, 有这个不破不力的一个能量, 其实也很好, 也很好, 因为你可能说接下来的生活会更加的精彩, 会更加的丰富, 能够说是获得到的成就, 也会比现在的话呢, 拥有的会更多一点啊, 好, 我们的话呢, 再来抽一下我们的雷诺曼, 来看看啊, 第一组朋友们, 那如何走进我们的新生活好吗, 我们如何去做, 看一下宇宙他想要让我们去做的事情, 来自于哪些还是和人相关啊, 你们就如同我们刚才抽到了这样一个星碧女王一样啊, 你们的成就, 不管说是改变也好, 成就也好, 都是和人相关, 你将会遇到说是与你来自于同样的灵魂家族那样的一个人, 能够说是一个贵人啊, 赏识你, 给到你一个机会, 能够说是遇到一些合作对象啊, 一些同伴, 共同的去做某些事情啊, 所以说一定要去留意你生命当中即将进入的一些人, 他们会走入你的生活, 而且伴随着这个人的进入, 你的生命当中的很多的改变才会不断的重新开始, 也是说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们啊, 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尽量让自己走出去, 如果说你现在的话呢, 就是经常啊, 觉得不太想说话, 或者是非常的疲累, 觉得自己没有很多的力气能够去走出去的话呢, 还建议大家经常走到户外去, 一方面走到植物当中去感受, 你们来自于植物的守护灵, 给到你的帮助啊, 给到你能量的这个供养, 然后同时的话, 你走出来也是能够去遇到你非常重要的这个贵人啊, 他不一定是一定在工作当中遇到, 还有可能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遇到的, 对, 所以最重要还是说要走出去啊, 好, 嗯, 这个熊排其实也会和人相关, 和人相关的同时, 它也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能量, 在于说啊, 就是有些朋友如果说你当下的这个周围的能量磁场, 周围的一些团体已经不太合适的话呢, 已经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 宇宙在这里告诉你, 要去离开啊, 要去跳脱出来, 走到一个说让自己感觉到舒服, 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中, 对, 而且说有一些人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去保护你, 没有办法说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给到你力量的一个来源, 不管说是金钱上的帮助, 还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一个帮助, 如果说对方不能够给到你啊, 那他可能就不是你接下来需要去重点关注的那些人, 不再是占据你生命当中更大位置这样的一个人, 你要去说是让自己处于一种相对舒服的一个环境当中, 而且说是周围有人, 他们是愿意保护你的, 你才能够说是和他们继续相处下去, 这样才能够说是让你啊, 更快的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些朋友, 然后当然的话呢, 熊排也有来自于我们内在的力量, 如果说你现在确实非常的疲惫, 那就让自己休息,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身上的力气不够, 就是你还不想休息, 还想要继续努力, 但是你又会觉得说有幸无力的话呢, 熊排啊, 让自己运动起来, 如果你就是该睡觉的时候, 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多一点的休息, 甚至说如果你无事可做的话呢, 可以去运动一下, 运动一下或者是多休息, 让自己的话呢, 力量更加的充足一点啊, 这个熊排就让自己更加的健康一点啊, 自己身体的话会更加强大一点, 然后同时的话呢, 星星排啊, 就有些朋友如果说你过去没有许愿的话呢, 那么你今天一定要说是在评论区留下属于你的愿望, 如果说你过去已经许过愿望啊, 已经就是领取好运许过愿望, 那你一定要去坚定的相信, 你自己的愿望是可以再实现的, 就是这一组朋友啊, 你们的这个许愿的能量是比较强的, 对, 所以一定要去坚定的相信自己啊, 走的道路是很正确的, 自己是能够去在合适的时候做出合适的判断啊, 命运给你安排的东西和你自己渴望的一定是一致的, 如果有人在告诉你你是错误的, 有人告诉你他来否决你, 那么的话呢, 大家要认真的去评判一下这个人对于你来讲是否是合适的一些人, 其实还有的话呢, 这里啊, 就是有些朋友如果你的梦想很遥远, 如果你想见的人和你的阻碍很大, 或者说是物理距离也很遥远, 那么也坚定的相信这个梦想, 这个人是能够去实现的啊, 然后如果说你们生活当中要进入的人啊, 他是来自于远距离的, 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差异是比较大的, 那也请不要排斥他, 对, 这个人他很有可能就是适合你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大家可能接下来生命当中进入的人很多, 所以最重要的话呢, 还是啊, 让自己去做出合适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这一组朋友其实你们啊, 就是以前的时候就已经就是从这个地球当中, 就是在没有进入这个地球的时候, 已经守望了地球很长时间, 已经守护了我们这个星球, 观望了这个星球很长时间, 你们来到这个地球当中, 有来自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属命, 自己的使命, 可能你还没有, 现在还不知道啊, 但是再等一段时间, 等你就是你的灵魂能够说是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当中, 能够去感受到更多宇宙给你的一个讯息的时候, 当你感觉到自己显化能力越来越快的时候, 那其实就是啊, 你越发的靠近你属于你的那个真相的时候, 好, 第一组的朋友们, 那么以上的话呢, 就是属于你们的所有的讯息, 感谢大家观看啊, 然后的话呢,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大家可以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也希望啊, 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去领取好运, 一定要去为自己的理想啊, 为自己的梦想, 为自己曾经下过的一些订单, 执着一下, 坚持一下, 好, 那就祝福大家咯, 哈喽, 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那么这一张呢, 就是大家选到的指示牌卡, 今天我们的视频主题就是来看一下, 你正走进什么样的生活, 宇宙为你开启了什么新大门, 好, 我们先把这张牌放一边啊, 因为我们的指示牌卡呢, 是不进入到我们的解析当中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来用塔罗牌, 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当下生活的一个状态是如何的, 那我们一共抽三张牌, 来看看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 哎呀, 你们当下的一个能量如何啊, 那我们第一张牌卡的话呢, 是新币七, 新币七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能量, 在于说是我们第一组朋友们啊, 你们现在的话呢, 人生当中是比较成熟的, 你可能说是有比较成熟的理想, 或者是人生观, 或者说是你已经进入社会比较久的一个时间, 拥有的财富, 以及说是人生当中的一个积累, 都是比较多的, 然后的话呢, 它带来的另一个能量则是说, 这组朋友可能你是一个在停滞, 考虑, 思考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我觉得说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已经在某件事情上, 做了很长的时间啊, 准备也好啊, 或者说付出的一些精力, 都还蛮久的了, 你想要说是再考虑一下, 接下来要不要去做, 要不要再继续的投入, 要不要再去付出啊, 然后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其实会觉得某些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机缘当中, 还没有到宇宙给你的那个契机时间当中啊, 就是时间还没有到的一个感觉, 你已经把自己能够做的事情都做了, 然后现在的话呢, 你正在思考要不要继续做啊, 能够看到有些事情, 其实是卡在那里, 也是能够看到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 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比较重要, 你还对于你来讲, 它对于你来讲啊, 是一个突破, 然后的话呢, 还有一些朋友现在其实是可能你没有去工作, 就是在家去可能受你父母的一个照顾, 然后没有去工作, 或者说是已经离开你上一份工作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啊, 然后的话呢, 有一点说是类似于吃老本, 就是你在用过去的一个积蓄去为你现在的人生去花费啊, 用一些就是过去的钱财, 然后去经营现在的这个生活, 有些朋友就是停停滞住在那里了, 工作上停滞啊, 就是钱财上有一点停滞的, 然后有些朋友是怎样的话呢, 你好像还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努力, 然后的话呢, 你得到的回报是比较少的, 就没有得到啊, 比较类似于说有些朋友, 你这个正在做的作品已经发出去了, 已经发给了需要的那个人, 但是你所需要的, 应该得到的那笔钱财还没有得到,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当然的话呢, 星辟七这张牌, 也确实是让我感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啊, 是有学习的, 也是有进一步成长, 最近可能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你的话呢, 对于说当下的人生, 以及说是未来的规划, 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一些东西, 计划等等的一个东西出现啊,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二张的话呢, 宝剑舞, 我们刚才第一组的朋友的能量, 也出现了宝剑舞啊, 然后你们这里也是宝剑舞, 那可能说是有一组的朋友来看二组, 然后这边宝剑舞要不得不说的, 跟第一组能量是有一点点区别, 就是如果说第一组朋友, 比较多的人可能偏向于矛盾已经结束, 或者说身处矛盾当中, 但是会觉得疲惫的话呢, 那显然来讲, 你们这一组啊, 更多的能量会集中到说是, 还想要去争一争, 就依然是面对着一些不可控的事情的时候, 还想要去付出自己能够付出的所有, 我能够看到说是, 你们的执念感还蛮强的, 不代表你不紧张, 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 确实是一个突破, 以及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情啊, 能够看到他可能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或者是对于你来讲非常重要的一次晋升, 或者说是你在去面试, 这个面试的工作的这个平台, 这样的一个团体的话呢, 对于你来讲是你非常要想要去进入, 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或者是你的家人非常想要让你进去, 那也有可能是跟某个人啊, 跟恋人相关, 和恋人之间可能是有冲突的, 有冲突, 但是你们之间的一个情感连接, 也确实是比较强的, 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呢, 其实最近的生活当中有好消息到来, 但是这个好消息的话呢, 又显得说是你过去对他的期待是比较高的, 当他真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到来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的快乐, 因为你觉得自己为了这个消息的到来啊, 也是付出了很多, 努力了很多, 所以你现在再去做一个衡量计划, 或者说是综合的一个考虑之后, 你发现啊, 其实好像这个成功消息的一个到来, 已经对于你来讲意义不是很重大, 因为你也就是有失去啊, 有丧失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有些朋友其实最近的生活当中, 就是有一些小人能量, 有一些有毒的能量, 他们在让你进入到了一些拉持, 或者是纠纷当中, 有一些事情的话呢, 原本应该顺利的结束, 原本应该就此打住的啊, 原本就是应该是另外的一个结尾, 但是这样的, 有这种遇人不输的一个能量, 对, 有些人就是设置了一些计划啊, 设置了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 让你在生活当中进入到一个相当被动啊, 就是很拉持, 很头疼的一些局面当中, 所以其实第二组的朋友们啊, 你们的话呢, 要如果你的生活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已经是非常的焦虑或者是矛盾啊, 那么的话呢, 积极的去寻找出路, 当然也最重要是要把我们今天的视频去看完, 看一下宇宙即将为你打开的新世界的大门是怎样的, 你即将进入什么样的生活, 如果说有些朋友, 你现在还没有感受到你生活当中, 对你有干扰有影响的人, 那么请你就是稍微留意一下, 可能会因为这个人啊, 你的话呢, 接下来可能会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的顺利啊, 就是有这个人的干扰的话呢, 那距离你进入到下一个阶层, 下一个篇章当中, 那他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远一点, 好,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啊, 再抽一张牌, 时间它是比较有限制的, 那有些提示的话呢, 就点到为止, 好, 这里的话呢, 我们出现的宝剑的试制啊, 风元素的一张牌, 其实这里风元素会有两张, 也是这一组朋友, 最近可能会有一点点拿不定主意, 有些事情, 可能你们已经离那个目标很近了, 但是内心还非常的慌张, 然后有些朋友其实的话呢, 你是啊, 能够靠自己的努力, 靠自己的能力, 做出一些成就, 实现自己的某种梦想的, 你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风元素它代表什么呢, 这么多的风元素当中, 我感受到能量来自于说, 你内心的那种不确定感, 你的话呢, 没有那么的坚定, 就是这样的一个能量, 让我看到你的心是非常摇摆的, 这组朋友可能说, 你需要去的工作是和说话相关, 需要去说很多的话, 或者说接下来你是需要去说很多的话, 去展现自己才能够去获得什么的, 就是有明显的需要去讲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以及说是展现自我, 能够看到说这组朋友就是现在心里的话呢, 就对于自己所选择的方向不太确定, 因为生活当中其实让我看到, 你们这边是陷入到的某些很忙碌, 很拉扯的一些事情啊, 就是你想做的事情, 它一直在被停滞下来, 搁置在那里, 因为你没有时间去全身心的去投入进去, 也会是说有些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呢, 比如说恋情也好啊, 或者是某些事业也好, 你现在可能在去考虑的说是到底应该继续, 还是到底应该去离开, 就是在做选择题, 不太确定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啊, 心里其实是不停的思考和酝酿着, 想要去最终寻找到一个结果, 其实我觉得啊, 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做事情都是靠自己的, 你们的话呢, 可能别人给你建议, 你听的也比较的少, 但是你有的时候还是想要去听, 因为你需要去再一次的验证一下,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的内容呢, 就是看一下第二组朋友, 你正在进入的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我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这样子说话, 抽两张省映卡来看一下啊, 我们抽完之后一起来看啊, 一起来看, 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们收获的很多啊, 有些东西可能之前的话呢, 就是在投入, 然后但是它一直没有那样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说你会是有收到惊喜的, 对, 有收到结果, 两张牌都让我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能量啊, 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啊, 你们抽到的省映卡呢, 一张啊, 来自于平衡, 一张的话则是有天赋, 真的就印证我刚才所说的啊, 这组朋友你们完全是有能力去将你的梦想实现, 完全是可以靠自己去做成某一种, 就是达到某一种结果, 其实你们的话呢, 就在一个即将开始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觉得这张牌的话呢, 宇宙它想要告诉你一个讯息, 首先啊, 有一个就是对你的一个确认和肯定, 告诉你说, 你即将进入到的生活, 其实就是你所渴望的, 因为你这种心中所想, 它就能够说是显化到你的一个人生当中, 你即将其实也感受到了很多事情, 在一个不断的变化当中啊, 因为你这里还有一个平衡这张牌卡, 那我们还是先说这张牌卡吧, 因为这张我觉得它的能量会多一些啊, 比较重要一点, 因为它是宇宙对我们第二组朋友们上面的一个肯定, 你们的话呢, 其实啊, 是因为自己的犹豫或者是行动力的不足, 有错失过一些什么样的机会, 我觉得你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啊, 对于自己的一些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规划在那里, 然后的话呢, 其实宇宙经常会惊讶于你的奇思妙想, 会经常惊讶于说是, 为什么你能够去做到的事情或者是想象的东西, 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 宇宙时常就是在看一个珍宝的心态去看待你, 它对你的印象很好, 因为它会觉得说你是可以做成很多事情的, 非常的有天赋啊, 你的生活也是比较绚烂的, 你的人生就像是说这样的一个张牌卡一样, 鲜花紧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它不仅仅说是这么多的鲜花和蝴蝶在对应到我们这组朋友宇宙啊, 对你的一个看法, 当然更多的话呢, 其实是来自于说宇宙告诉你接下来的一个生活是一种啊, 非常的完美, 非常开心, 也是一个说是你与你内心有关啊, 你内心所渴望的某些事情相关的, 有些朋友就是能够看到你迫切的想要自己让自己的人生进入到某一种状态当中, 对, 真的能够去进入, 然后甚至说还是能够让自己啊, 把想要的生活去调整的更好, 你们的话呢, 让我觉得说是对于生活是非常有美感的, 也是非常有艺术气息的, 身边可能会有一些人他是不理解你的, 他会觉得说啊, 你做的想法啊, 你的心中的想法是非常的不切实际啊, 就是你身边可能围绕着是比较现实主义的人, 然后你其实的话呢, 你是偏理想主义的, 然后当你和周围的人一旦进行这个能量的互动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矛盾爆发出来啊, 这一点又会和第一组的朋友上面有一点点像, 然后的话呢, 这里其实宇宙在告诉你, 你身边的人其实有一点配不上你, 不仅仅是爱情层面, 也包括一些同友朋友同事这样的一个能量, 他们的一个认知完全和你是不一致的, 也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去感受你心中的一些感受啊, 没有办法说是能够看到你心中所想的那些美好, 这一组朋友会在现实生活当中感觉到说是一点点的孤单, 就是你还是会和很多人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还是能够说是从一些团体关系当中去获取到快乐啊, 也是能够说是通过和朋友们同事们讲一些笑话, 就会在那里哈哈大笑, 然后出去逛街啊, 或者说是做一些旅游啊, 或者说是去走到外面的时候, 也会是非常的开心, 参加聚会也是很开心, 但是参加完之后, 其实让你觉得说很疲惫, 你没有获得到的是来自于灵魂层面比较深层次的那些快乐, 这些快乐的话呢, 其实有在消耗你的能量, 让你的话呢, 就不停的在一个失落的一个状态当中去感受更多, 因为其实你知道自己想要去进入的生活, 其实和现在不一样, 也会觉得说这些人只能和你聊的东西也仅限于此, 你心中的那些想法, 别人是没有办法去探究的, 别人也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感受着的, 这边的话宇宙在告诉你, 你接下来的生活是与你就是真正所想要的那些人是一致的, 有一些真正懂你的人能够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第二组的朋友, 接下来的生活里面你可以做很多你感觉到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啊, 不会说是被管束更多, 为什么我会这么确定, 就是因为这张牌卡它的一个辅助的一个能量, 两张牌卡都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啊, 就是说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啊, 你看这里他说的是平衡, 就是时常当你想去做什么事情, 想要去做什么调整的时候, 有人在旁边告诉你说不可以做, 你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啊, 以及说是在某些关系当中就处于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他也是为什么说我们的这张牌卡当中平衡啊, 这两个牌卡, 这两个字为什么要出现, 因为有些关系, 他就是长期的处于一种啊, 一边高一边低的这样的地位, 就是你付出的多, 别人可能付出的更少一点, 然后的话呢, 你不仅仅说是在爱情当中如此啊, 我觉得说你在平衡你的人生理想, 与你自己心中所想过的生活当中, 也是比较倾向于说是去把自己的重点关注到了自己应该去做什么事情啊, 别人你的父母啊, 或者说是大众社会眼中觉得应该做什么事情, 然后你就会去做相应的一些事情, 没有说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去真真正正的与自己的内心对谈, 看看自己的内心, 真正想要过的去怎样的一个生活啊, 所以这个平衡的能量就很好啊, 就是你开始有很多的改变, 去行动的, 去真真正正的为自己所想要的生活去努力的, 有些朋友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啊, 你们其实是一个想做的事情是很多的, 有些朋友可能深陷于说是很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 深陷于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 为了生活琐事的话呢, 经常啊, 就是看着生活当中的一些芝麻绿豆的一些事情, 其实你们的心里早就厌烦了, 早就就是觉得说这些生活的日常不停的消耗你, 不停的化, 不停的让你变成一个自己所不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人, 你心中在想什么呢? 你心中想要去再多一点学习, 多一点充实自己, 多一点的话呢, 为自己而活, 让自己可以说是把能量都放到自己身上, 去感受生活当中更多的一些爱, 去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魅力一些, 就你们对自己当下, 不管说是工作的内容也好, 每天忙碌的事情, 或者说是你们的一个经济状态啊,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穿着打扮, 其实都是不满意的, 你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变得更加的有魅力, 你的身体还没有开始, 但是你的情绪已经就是泛滥了, 就是你一直觉得说是内心的孤独感, 就来自于说身边人没有一个人察觉到你是需要改变的, 身边人没有一个人觉得说你当下的状态是需要调整的, 他们时常会用一种说大家都在这样子, 大家都处于这样的一个阶层, 大家别人都是这样熬过来的, 这样的一种语气, 这样一种话来过来安慰你, 看似是安慰, 其实是在打压你, 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去打消自己这种比较美好的一些想法, 更多的话呢, 让自己的生活重复在日复一日的那些不开心不喜悦的事情当中, 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的话啊, 你们接下来新生活让我觉得你真的有时间更多的关注自己, 更多的去打扮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漂亮, 更加的帅气, 让自己啊有时间关注于自己的外在, 对, 外在和内在其实都很好, 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 你们接下来新生活里面啊, 不管是内还是外, 真的就是充满了美好的一些能量, 然后平衡这张牌的话呢, 也是必须要说一下的, 就是有一些朋友现在的话呢, 想到一些事情其实是很开心的, 然后你们的话呢, 想到很多, 行动力我觉得说是比较弱一点的啊, 你看这个宫廷牌它也是一个逝者牌, 它不是一个歧视牌啊, 就是有一些我们心中所想的事情, 是我们没有去做的, 我觉得你们接下来生活可能就会朝着那样的一个方向, 坚定的去前进了, 你能够说是化这个想法为行动, 积极的去走向啊, 自己想过的那样的一个生活, 你接下来, 你能够去走近的生活, 更多的和你自己想的是一样的, 你所期待的是怎样的生活, 你就能够去进入到怎样的一个生活当中, 其实就一些朋友, 你现在已经在去计划, 已经在去规划自己接下来人生是怎么样的, 你其实是比较明确的知道自己的人生应该是怎样, 你们的话呢, 对于人生很多的事情已经不再流于表象了, 更多的关注于内在, 也是更多的关注到哪些事情值得, 哪些事情不值得, 哪些钱应该花, 哪些钱不应该去花, 我觉得说你们对于未来的规划其实是非常的到位的, 也是真的非常的适合你, 这也是为什么说宇宙要告诉你你是很有天赋的, 因为你已经就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做到了一些, 别人可能要花很多年更多的一个时间, 更多的一些精力才能够去想到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说你们的话呢, 能够啊往自己不断的就不断的靠近说是自己想要过的那样的一种生活, 然后平衡还要补充一个能量, 就是不仅仅说是有些朋友你们现在关系是一个正在进行当中的, 其实我觉得说还有一点点啊和解的一个能量, 平衡的话啊, 就是你心中有执念的话它是这样, 如果你心中已经真正的放下了一些过去的人, 那它就不是你的一个能量, 因为它是最重要让我们的心事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松弛和放松的, 如果那个人你现在想到他, 你心里已经没有说是因为这个人过去做的事情, 他说的话, 或者是仅仅因为这个人的名字而波动, 而心情有起伏的话呢, 那证明着说他已经真的是不处于这个去给你压力的那个人, 他已经不是一个啊, 就是让你内心不平衡的那样的存在, 那这个接下来的事情它就和你的相关度是非常少的, 如果说你们现在想到了一些人, 你跟他之间, 你想到他的时候, 你还会就是心情有起伏, 你还会是觉得说对方对你有亏欠, 或者是你亏欠了对方, 或者说会觉得说两个人还应该再次的在一起, 那平衡这个牌的能量就要告诉你啊, 你会和这个人之间和解, 关系的话呢会更加的甜蜜, 也不一定是甜蜜, 但是你们的话呢是和解的能量, 首先是比较确定的啊, 那也许说后面的生活你们能够衍生出更多, 但是我不能够把话说的特别的满, 因为毕竟是大众占卜, 没有办法说是特别精确的给大家讲啊, 能够看到你们的话呢, 不会说再因为这个人而伤心而失眠, 不会说是因为这个人再次的感觉到自己的心是起伏不定的, 不会说因为这个人而去影响生活或者是影响工作, 好吗, 所以说这是关于前任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的内容呢, 就是说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 宇宙为你开启的是什么样的新大门, 有什么样的一个机遇会到来在你们的身边, 让我们看看新世界的一个大门是如何的。 你们跟我们的第一组牌朋友能量还真是挺像的嘞啊, 死神牌, 如果说用死神来定义我们的新闭气的话呢, 那首先来讲啊, 它就是一个犹豫的状态, 然后化为了行动, 也是说对于一些朋友, 你知道说应该结束的一些关系, 你就真正的愿意去做出那样的一个断捨离, 愿意去离开啊, 你的未来的生活的话呢, 要真正的与一些说是不属于你的能量, 不属于你的人事物, 彻底的分开, 现在就是一个做准备和对方挥手告别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你可能会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要和对方分开, 但是说你们之间一直存在于说, 这个不停的拉扯, 不停的纠缠, 没有办法说是真的做到分开, 就可能说分开之后还会复合, 复合之后还会再分开啊, 其实这边宇宙在告诉你说是, 对方可能真的到了那个时间, 你们两个人这种状态会结束, 不会说再一次分分合合了, 就是对于某些东西, 某些两个人可能会起矛盾的一些争执, 终于不会再因为这件事情而矛盾了, 也是一个解脱的能量啊, 这个解脱能量其实会和刚才我们说过前任的能量有一点点像, 就是和对方有和解, 对, 它最重要是让你不会再因为这个人被困住, 不会说因为某些事情, 某些失误而困住, 有些朋友的话呢, 此时啊, 这个解脱的能量来自于说是, 你们还在因为自己的工作上的失误, 自己曾经犯过的一些错误而自责, 你的话呢, 可能其实还很忙碌, 很辛苦的做着一些事情, 很辛苦的为自己的, 想要去进行的, 想要去得到的人生是一个很努力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一旦想起自己的某一个失误, 或者是自己说错的某些话, 然后情绪就会是非常的焦虑, 是一个很焦躁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的话呢, 你接下来生活当中啊, 宇宙一定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你弥补它, 你知道吗, 就你不会说是在因为那件事情, 然后的话呢, 再去焦虑啊, 就是一个解脱, 也是说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接下来的生活当中, 宇宙给你开启了大门, 它的一个改变力量应该是蛮大的啊, 是有一些非常大的改变, 以及说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行动会到, 因为心壁期它其实是一个很静止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你改变很大的话呢, 那必须就是一个从静止到行动啊, 在接下来未来的生活当中, 你可能会是很忙碌啊, 要做的事情等等都是非常多, 你看这个死神他是骑着马的, 然后包括这个死神的马, 他也是很疲惫, 都在喘着粗气了, 所以说接下来生活啊, 就是一个由静入变的动起来, 我们过去的一些想法能够去实现了, 为自己的理想而去实现, 然后死神牌还有一个能量, 就是有一些啊, 有一些干扰的能量, 能够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消失, 是一个说是让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意, 去做很多很多的一个事情, 然后阻碍会解除, 破除某些人之间给到你这个影响的力量, 好我们再抽牌啊, 看看新世界的大门是怎样的呢, 好我们这里啊, 权杖A死牌的逆位, 所以说有些朋友啊, 你这个新世界的大门是怎样, 就是你曾经丢失掉的某笔钱财, 或者是错过的某一次的机会, 它一定就像是我们地球是圆的一样, 转个窝再次的回来, 该是你的, 然后宇宙的话一定会给你, 但是前提是你已经就是确实因为那件事情很执念好吗, 这里的话主打就是一个执念放下啊, 有些朋友宇宙把一些原本啊, 就属于你的东西, 但是可能你会因为什么样的失误, 然后过去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失误, 或者是错误, 然后错过了机会, 或者是人, 你们的话呢会再次的相聚, 再次的走到一起, 然后权杖A死牌的逆位, 还有一个能量, 就有些朋友啊, 你可能说是对某个人, 其实是非常的执念的, 对, 你和他之间其实现在的关系模式不是很正确, 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去往长远的一个规划去看, 因为你们两个人现在啊, 就是处于一种就是非常的有激情, 然后的话呢也是冲, 就是过于冲动了, 有些关系其实你知道不应该再持续下去的, 不应该去维持, 但是你就没有办法就克制你内心的那团火, 那这里的话有些朋友, 你们接下来跟对方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个疏解啊, 因为的话呢, 他会宇宙帮你扭转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新世界大门是关于这个人有关的啊, 就是你们能够说是将那团火抒发出来, 调整一下你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不一定就是断开, 对, 不一定就是断开, 我觉得说你们之间啊, 能够说是破除一定的能量, 然后的话呢, 如果我们用这个保健S牌去解释这个, 全杖S牌的逆维去解释保健物, 就是有些朋友啊, 你的这个事情的话呢, 能够说是你从这样的状态当中去离开, 因为正位的全杖S牌, 其实是一个开始, 开始的话呢, 只会让你进入到这种无穷无尽的一个斗争当中, 有些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有些纠纷本来它就不是你该要去踏入的, 所以说这个全杖S牌, 你以为就是一个撤退啊, 就你的生活重归于平静当中, 你不会的话呢, 在因为一些原本就是不应该和你有牵扯的人事物再次的话呢, 起矛盾和起纠纷啊, 从一些就是很拉扯, 很让你就是生气或者是焦虑的一些状态当中去走出来啊, 这其实是说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是显一点, 因为有些事情其实我们也不想去争, 我们也不想去抢, 我们也是其实心情很累,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能够说是从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去脱离出来啊, 能够看到你们接下来就是, 不会说再因为这些矛盾和一些人意见不同的一些纠纷, 然后陷入到一种啊, 很忙碌, 然后又心很累的一个节奏状态当中, 好, 所以会轻松一点啊, 也是说有些朋友的话会突然发现自己的一些执念消失了, 因为保健舞其实给到我一个感觉就是, 某些纠纷之所以存在, 某些拉扯之所以会伤害你, 就是我们心中会对某件事情, 或者是某个人的话非常的在意, 其实你可能会猛的就是吓头了, 对于某个人来讲啊, 你可能觉得说他也没有那么的重要, 对某些事情的对和错, 你也会发现其实你没有那么的在意, 以及说是某些事情它的边界感到底应该属于哪种状态, 你也会有一个自己的定义, 其实边界感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思啊, 边界感并不是说别人给你定的边界, 或者是大众给你定的一个边界, 每个人本来就是各有各的一个特质, 世界之所以精彩, 就是我们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所以边界感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 它是因人而定, 你觉得说某些事情应该是怎么样, 那它就是怎么样, 但是说一定不会是说我们去强制的要求别人, 别人也应该怎么样, 那当然的话也相反过来, 不是别人应该要求我们的, 我们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边界感, 我们在自己的这个小圈子里面开心快乐就足够了, 我们不需要去改变其他人, 对这里是有一点说是边界感这个能量啊, 好, 当然的话呢, 这个权杖S牌的逆维, 我觉得这一组朋友啊, 因为其实这个权杖S牌的逆维, 我觉得说有一点点那种冲过头的一个能量, 所以你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会对很多事情冷静下来, 清醒下来, 然后去研究一下很多事情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不会说是一头插进去, 然后一直在那里忙碌, 能够说是从那种忙碌的状态中当中去脱离出来, 从而来讲的话呢, 开始啊, 去改变自己人生, 我觉得说其实宇宙将这个开启新世界大门的那个钥匙会塞到你的手里, 放到你的手里面, 让你去开启那一扇大门, 因为这个什么时候去开启, 可能就看你什么时候能够去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当中, 你问问自己, 你自己的话呢, 应该怎么样去做, 当你心中有一个合适的答案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眼前豁然开朗, 你就会觉得说很多事情, 你立刻的话呢, 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当时, 那到时候就是新世界大门为你敞开的一个契机, 好, 我们再来抽一张牌啊, 然后这里的话呢, 是我们宝剑五的逆位, 宝剑五怎么会重复不停的出现呢, 哎呀, 我现在刚解到第二组, 我已经抽了三张的宝剑五了, 才四组牌啊, 我只用了四组塔罗牌, 然后已经抽了三张的宝剑五, 然后宝剑五逆位啊, 宝剑五逆位如果说用宝剑五逆位来解释我们的宝剑市者, 其实这里的话也很好的一个能量, 就是有些朋友啊, 其实你们的话呢, 对于某些事情很执着, 很纠结, 考虑了很长很长时间, 有一部分的原因就真的是存在于自己的一些执念当中, 还有的话呢, 宝剑五的逆位, 让我看到说啊, 这些组朋友能够就是态度会转一点, 你知道吗, 你们给我的感觉其实有一点硬, 就是你看你们一直是宝剑牌, 要么就是火元素, 要么就是死人牌, 死人牌就是有一种说, 要么怎样, 要么怎样啊, 就是有一点说, 嗯, 就是没有中间的过渡地带, 就是我要离开我就完全离开, 我要在一起就一定要在一起, 然后就会有一点说是, 对于某些事情, 如果他没有达到那种状态, 你就会有一点纠结, 你想要得100分, 得99分你就会比较的难过, 和一个人的关系, 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已经在一起, 但是还是地下恋的时候, 你就会因为说不是一个非常光明正大的恋性, 然后不断的纠结, 你们的感觉就是让我觉得说, 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怎样, 如果不怎么样的话呢, 你的心就会是一种消耗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你接下来可能会是柔软一点啊, 有那个以柔克刚的一个能力, 当然我们克的刚不一定就是别人的刚, 也更多是来自于我们内心, 内心的一些执着, 然后当然保健舞的逆位, 其实有一些朋友的工作是非常累的, 是竞争感非常的强, 你们所处的那样的一个赛道, 或者是平台, 其实就会处于很多时候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状态当中, 是一个说一定要去每天忙碌着说, 自己应该去说什么样的话, 自己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自己必须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业绩, 才能够说是维持住很多事情的一个稳定,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你已经是比较累了, 这个保健舞, 我认为就是说有些朋友, 新世界大门会伴随着一些换工作去开展, 换环境, 居住环境, 办公环境, 这样的一些东西会这样的一些能量而展开啊, 就是你会遇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平台, 适合自己未来发展的那样的一个赛道, 也是遇到一个能够去完美展现自己的热情啊, 才智啊, 然后能力这样的一个平台, 然后也会遇到一个对你非常照顾的一个赏识你的一位老板吧, 或者是贵人, 而就是你真的能够去在新的平台当中去大放光芒, 在新的道路当中是走得比较顺利啊, 因为一直重复出现保健物的话呢, 就有些朋友就时常觉得说是, 其实你有自己, 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看法, 属于你自己的那些总结, 感悟, 但是始终的话就有人跳出来说, 你是错误的, 你是不对的, 就这样的一个能量, 其实我觉得当你人生不停的出现有人来否定你的话呢, 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 它不一定就是我们一定要去长久的维持下去的, 可能我们就要去思考要不要去变动啊, 这也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建议, 大众占卜的话, 大家尽量去尽量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能量, 根据自己的一个真实情况去调整, 以及说是去变动,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抽一下雷诺曼, 看看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 那么说就是如何开启我们新世界的大门, 看看我们的调整, 如何去调整, 以及说是改变, 好, 我们来用这副雷诺曼来为大家看看, 找到自己的方向啊, 嗯, 那你看跟这个权杖S牌的能量, 其实说实话有一点像, 有些朋友的话呢, 其实会说出一种两难的抉择当中, 有一点说不知道要怎么选, 是吧, 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 那就是让自己先看看自己的出发点是否是正确的, 自己所选的这个考察某件事情的利和弊, 自己考察的那个依据是否是合适的啊,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说很有能力, 也很有资本, 你是能够说是靠自己改变很多事情的, 第二组的朋友们一定要去相信自己啊, 相信自己, 你的话呢, 就一定要去做出一些很清晰的判断, 先不要急着去做, 先想啊, 先好好的想一想, 到底说某个人是否重要, 某个关系是否应该去持续, 这样的一个团体, 它给你带来的收益, 是否说和你的付出是一致的, 那你先要去找到自己的方向, 然后才去行动啊, 这是, 哎呀, 三张牌好, 抽完了啊, 然后的话呢, 有些路该走还是要走啊, 需要一点时间, 对, 能够看到说有些朋友是, 呃, 你们进入改变的这个状态啊, 就是需要和你的感悟相关, 因为这里其实出现了就是, 瞧啊, 嗯, 我觉得说有些朋友的话呢, 可能就是还离你们的理想, 离宇宙给你安排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活, 是带着一点距离的, 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 它是相对的啊, 就是你什么时候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真知, 获得了一些属于你自己, 然后比较到位的一些理解和看法, 然后的话呢, 就是也同时啊, 不要被一些人事物的表象所迷惑, 然后你就能够说是进入到新世界大门当中, 然后的话啊, 有些事情已经在做的话呢, 那可能你要去考虑一下说是到底如何去做, 该获得的结果还是应该去获得的, 但是你一定要去第一件事就是考虑清楚啊, 让自己的头脑的话呢, 呃, 处于一种相对应的独立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不要去依赖其他人, 呃, 不要去依赖其他人给你的判断或者是建议, 更多的话要去相信自己啊, 其实说到现在的话, 又会觉得说你们跟第一组还是能量有偏差的, 所以也是什么怎么说呢, 就是分散了啊, 我觉得说第一组和第二组是能量有融合到一起, 但是你们又非常独立啊, 然后的话呢, 这里其实就是说一定要更多的相信自己啊, 因为第一组的话就是非常依赖的是贵人的一个能量, 你们这边其实让我看到真的是就如同开场的时候我说的啊, 你们是做事情, 就是听别人的一个建议, 听一下说是别人的一些话, 但是最终要不要去做, 以及说是怎么去做, 我觉得你都是好像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能力去做的啊, 根据自己的一个总结, 自己的一个经验去做很多事情的, 所以说啊, 我们这组朋友, 你们接下来的新的生活的话呢, 是对于你来讲是有改变的, 但是他可能也是需要你去做出选择, 最终的话呢, 你能够去获得到一定是你满意的啊, 当然也是说该做的事情要去做啊, 该做的事情也要去做, 最终的话呢, 能够进入到的状态一定是你很喜欢的, 好, 那么这些的话呢, 就是我们第二组朋友的一些讯息啊,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大家可以是关注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领取好运啊, 领取好运就是, 呃, 我觉得说你们领取好运的一个意义之一, 就在于说是提高自我, 因为其实宇宙给到你们的一个机会就来自于说, 如何让自己去获得到啊, 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能把钥匙在你的手中怎么样去扣开, 那你其实你是需要去有一定的反思和调整的, 对, 但是当你掌握住那样的一个机会之后, 你就能够去进入了, 嗯, 先找到自己的方向, 先考虑一下说, 自己啊, 接下来的人生应该去怎样去做啊, 跳脱一些情绪的干扰, 以及说有些人给你的一个影响, 应该就是你想要去做的事情, 有人在旁边七嘴八舌的给你出建议, 大家尽量的话呢, 还是坚持自己的本心, 靠自己去做判断和定义啊, 有些事情其实的话呢, 结果已经摆在那儿了, 已经出现了啊, 其实你这边说跟你之间的更新生活啊, 以及说是, 呃, 接下来的生活, 它之间的距离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啊, 真的就是比较悬, 好, 那依然的话呢, 在最后就祝福大家咯, 哈喽, 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那么这一张呢, 就是大家选到的指示牌卡, 然后今天我们的视频主题就是来看一下, 你正走进什么样的生活, 宇宙为你开启的又是怎样的新的大门呢, 好, 我们先把这张牌卡放到一边, 因为我们的指示牌卡是不进入到解析当中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来为大家看一下啊, 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当下的一个生活状态是如何的, 我们一共抽三张的牌卡, 为大家看一下, 第一张的话呢, 保健期, 保健期让我觉得说这一组朋友啊, 有在去努力和尝试, 就是你们现在生活当中可能是有阻碍存在的, 对, 有一些不太顺利的一些状态, 然后你自己其实是有这种想要去改变, 想要去调整, 对, 我觉得说怎么样来讲呢, 你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小人能量的, 你们和第一组牌感受到的讯息都比较类似一点啊, 有一些小人能量在去干扰着你们, 然后你的生活对于你来讲可能并不是你所渴望的那种, 因为你是想要去调整啊, 然后的话呢, 但是你能够去获得到的支持应该说是比较少一些的, 毕竟保健期他看到的是一个人去尝试, 并且说身边是有危机的, 但是这些危机必定就是说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说一个很糟糕的状态当中, 而是说我们最重要的讯息是讲我们已经对于某件事情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和计划, 但是身边人他是不能够提供支持, 或者说是其实你的想法和计划和现在生活的环境是相被动的, 相反的, 就是你现在可能正在某一段关系当中, 但是你是想要去离开的, 因为你会觉得说这段关系对于自己来讲不是合适的, 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呢, 你是想要脱离某些团体关系啊, 就是你处于一些身边可能有一些朋友, 或者是处于一些在一些群聊当中, 其实你会觉得说这个群里面的人每天聊的东西其实已经不和你当下所想的是一致的, 你想要去离开, 但是你会碍于一些过去感情的一个基础, 没有办法去走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然后有一些朋友保健期是什么样呢, 让我看到啊你们过去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不顺利的能量, 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啊是第二次做了, 上一次其实没有成功, 但是你心里是有执念的, 你还要想再一次的去做到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保健期还有一个能量, 就是有一些朋友啊, 你最近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失误, 因为你的疏忽, 然后犯下了一些错误, 能够感觉到说你是想要去弥补, 想要去调整, 你觉得说自己做了一个比较糟糕的尝试, 所以说是想要去改变的, 好, 我们再来抽一张牌啊, 那这里的话呢, 保健物保健物保健物今天, 哎呀第三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 今天的话呢每一组当中我是用两副塔罗牌, 然后这个保健物已经是今天啊, 第四次出现了, 太巧妙了, 哎呀我觉得今天和保健物的缘分非常的强, 然后你们的话呢风元素的能量也是很强, 好, 保健物, 但是你们这里保健物让我感觉啊, 你们可能说是跟某些人去共同的敌对一些外在的力量, 它会让我觉得说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啊, 你们可能身处于某些禁忌之恋当中, 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稳定的, 你想做的事情可能说是身边也有支持者的, 但是你们的话呢想做的事情或者说当下感情是一个不被接受的一个状态, 你们心中所想是非常理想化的, 你们的话呢其实也知道自己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出来, 其实很多人不能够去支持你们, 这里会有地下恋呀或者是身处三方关系当中的朋友, 能够看到你们对这顿爱情是非常的执着以及坚持, 我觉得说你两个人对于这段感情看的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有些朋友你在看到这段感情的时候对于那个人有一些怀疑或者是不确定, 那其实保健五这张牌你就可以看到对方这个立场, 他当下来讲是比较坚定的和你一起是站在同一个位置上, 当然的话呢对方可能行动力上是会有所偏移的, 当然是具体是偏移到多少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一个主题, 就大概而过啊, 保健五我觉得说对方相对应来讲心里想的和你是一样的, 但是现实当中付出的行动具体如何, 我相信大家自己的话是能够看到它是有差别的, 每个朋友之间你们的能量不一定一致啊, 然后的话呢这里有些朋友是处于很被动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们所想要去做的事情是内心非常渴望的, 你是希望说是去走出这样的一个突破, 我觉得是那种怎么样, 其实你的生活说好不好, 说不好但是甚至还有人羡慕, 你说不好其实更多来自于, 来自于说你自己觉得它不是你想要去度过的, 不是你所想要去经历的, 所以你会有一种说不是自己喜欢的, 那它就是应该去离开, 它就应该要去冲破的, 但是的话呢你的当下所处的环境, 你想要去离开的人事物, 它其实对于你也是有帮助的, 甚至说是你的身边朋友家人觉得你应该是身处这样的一个环境,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感情关系当中, 受到的支持是比较少的, 但是你的话呢有一些和自己是同样理想, 同样梦想的一些朋友啊, 就是有些人对于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看法, 是抱有一个比较支持的一个态度, 好还有的话呢保健我对应到的一个讯息是怎样, 有些朋友可能说是你有一些合作伙伴的啊, 就是有些人和你处于共同的一个团体当中, 但是他们和你的一个意见是不一致的, 这里有意见相左的一个能量, 有些人想法和你不一样, 然后从而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争吵, 有些其他的东西啊, 然后权杖四啊, 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参加, 或者说是你自己有些很开心或者是很高兴的事情会出现啊, 或者是已经发生了, 因为权杖四它是一个庆祝的事情啊, 就是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你最近身边朋友他可能是有乔迁啊, 或者是举办婚礼啊, 或者是生儿育女班这样的一些事情, 举办了一些活动啊, 或者是一些聚会你有去参加, 有可能是你自己家庭当中的有这样的一些好消息好事情, 然后一些朋友的话呢, 你们的能量则是说啊, 最近的话呢, 是和某人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一个谈婚论嫁的一个状态当中, 或者是即将步入婚姻, 就即将要准备婚礼, 然后的话呢, 你是一个怎样的信息啊, 其实你已经和对方的关系确定下来了, 甚至说是你的一个工作也确定下来了, 然后你心里还有一点慌张, 来自于说是你对于未来的不确定, 就是有一种说啊, 知道和对方要即将长时间的陪伴, 不管说是这人也好, 这段感情关系, 或者是这份工作也好, 这个环境也好, 你知道自己可能要较长时间的存在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心中对于自己即将进入到这个新环境当中, 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 是开心的, 还是说相对的没有那么的开心, 你其实是不确定的, 你其实知道自己即将进入到的生活是怎样, 但是你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 所以你会有一点点说焦虑啊, 然后有一种临阵脱条, 就是有些朋友即将要办婚礼了, 但是现在又突然的恐婚, 然后不想要再去办婚礼, 当然的话呢,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有些朋友则是说要办, 要即将去准备一些其他的事, 然后但是你也有一种说临时又觉得说, 不行我不想要去, 然后就要想要去走开, 那大家可以说是自行对应啊, 就是你知道你接下来生活是怎样, 但是你不确定你会过的怎样,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量, 然后权杖四的话呢, 可以看到啊, 有些朋友就是你和某个人之间是一个逐渐稳定下来, 对, 因为就是已经进入到稳定恋情当中之后, 会觉得说这段恋情它的热情度是不够的, 因为这两张风元素代表着说, 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是经常会有一些想法出现的,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现在对你没有那么的热情了, 他放到你身上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那么多了, 经常会说他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啊, 然后反复的话呢, 就是离你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远的, 然后你心中感受到这样的一些变化, 因为这里的话, 权杖四是让我觉得说有热恋之后, 这个关系的话进入到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有些朋友是暧昧过后啊, 暧昧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们的关系是挺稳定的, 然后的话呢, 你其实渴望什么呢, 渴望更多的爱进入啊, 渴望更多的爱进来, 那现在好像对方是没办法提供那么多, 就是越稳定,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渴望更多的一些激情, 所以这会是当中的一些矛盾点, 对, 有的朋友其实会是因为容易自己的心理的想法而纠结, 而处于一种说比较的不平静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抽神语卡, 抽两张神语卡, 看看我们即将进入到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 来我们抽卡啊, 我为什么每一次第二组的时候念这第二, 抽这一副神语卡的时候, 我也要这样的一副语调,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之间就不能好好说话了呢, 嗯, 我们把再抽一张, 然后一起来跟大家讲, 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新生活会是如何的, 那我觉得, 突然, 哎, 两张都蛮一致的, 都是, 比较新生的一个能量, 然后, 那其实比较明显的一个能量, 就必得不得不说啊, 有些朋友是进入到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当中, 你可能是要结婚, 可能说是要生儿育女, 可能说要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平台当中, 因为孩子的话呢, 它其实代表一个很初级的一个能量, 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是感受到啊, 自己当下是因为这个心理的不确定, 所以说会有一点紧张, 会想知道说自己接下来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自己喜欢吗, 自己满意吗, 那当然来讲, 会告诉大家你接下来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但是呢, 有一些朋友啊, 就是你也许现在看你接下来的生活, 你会觉得不一定很满意, 不一定和你期待的侧重点相关, 就是你想要的可能是怎样, 然后宇宙给到你的可能你也觉得很好, 但是你会觉得说有偏差, 不是自己最想要的, 宇宙给你的也想要, 但不是最想要的, 那么这组这样有这样心情的朋友的话呢, 不确定你们有没有, 但是如果你有的话, 要告诉了一个讯息就是, 我们用塔罗牌预测未来啊, 未来要给到我们的一些理想美满的生活, 一定是宇宙它精心为我们安排的, 也许现在我们不能体会其中给我们的美妙的感受, 对于我们的帮助和成长如何, 但是大家要去认真地拥抱自己的未来, 那当那个未来到成为现在时的时候啊, 成为一个已经发生的状态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是很快乐的, 因为也能体会到宇宙给你安排的那一份啊, 来自于它的一个用意是如何的, 好, 那我们抽到的牌卡呢, 一张啊是这个连接, 一张的话呢是鼓励啊, 激励啊, 所以说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宇宙要给你的生活, 一方面是很, 比较多的一些好消息, 来自于说你即将进入到的这样的一个团体, 宇宙的话呢, 它会给你一些就是你尝试一下, 然后就是一个初级的一个收获, 就会是说啊, 一些朋友在创业的话呢, 那很快你就会是收获到一些成果, 这个成果的话一定有非常强的纪念意义, 因为你会让它因为这些这个事情啊, 这个收获而确定自己所选择的这个道路是非常正确的, 宇宙呢, 它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非常快的一些回报告诉你, 你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所以说你即将进入到的生活啊, 是有成功的, 宇宙的话呢, 就会告诉你, 你越在自己认定的这条道路上去前进, 你能够去获得到的就越多, 然后同时的话还有连接啊, 连接的话呢, 我类似于说看到有些朋友能和过去长时间没有见面, 或者说是处于一种平淡关系的人之间处于一个再次连接, 当然的话呢, 它也不仅仅是这里啊, 还有一些朋友会是连接你的内在小孩, 你内心小孩, 他会是明确的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样去做计划, 怎么样去找到自己非常适合自己的道路, 或者是人, 不管说是爱情也好, 工作也好, 人生方向也好, 你是能够说是通过连接高五啊, 连接你的内在去感受感受的更加清晰一点, 感受到说是谁才是适合你自己当下的, 谁才是你所喜欢的, 谁才是说你真正应该去坚持的啊, 整体的话呢, 就是你对于很多事情能够看的更加的清晰一点啊, 然后同时啊, 我觉得说有些朋友就是宇宙会给你很多很多好消息, 你会觉得说生命当中不停的有些美好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会觉得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小小的幸运, 不停的在去发生, 然后这些幸运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宇宙对于你的激励, 宇宙想要去告诉你, 你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你所选择的目标是合适的, 有些朋友可能当下正在做尝试啊, 因为本身两张神韵卡上面的主人公, 都是比较小的两个小朋友, 所以真的是啊, 你们正在做的尝试创业, 或者说是你们做的调整, 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阶段, 那么处于这样阶段的朋友们不用担心啊, 接下来的生活当中, 你一定能够说是越做越顺利, 因为宇宙的话呢, 他关注到你当下是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状, 他会给你更多的关注, 给到你更多的信心, 帮助你啊, 去在新的生活当中去过得更好, 以及说是拥有的更多, 就是能够去获得的利益也好, 也是非常的多, 我觉得有些朋友就是, 你会发现啊, 接下来就是如果你的工作, 是和一些销售相关, 是需要一些业绩的话, 那你会发现自己的业绩开展的, 工作开展的会非常的顺利, 业绩的话呢, 越积累越多, 甚至说你的客户还会帮你介绍客户, 就像是滚雪球一样啊, 积小成大, 越来越多, 然后也是说, 相对的, 我们能够去打开更高的一些关卡, 进入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状态当中, 有升值的一个能量在这里, 但是这个的话呢, 可能是我们进入到这些改变当中, 稍微远一点的时间, 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对, 然后的话呢, 这里啊, 就是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 你们的能量非常的强, 是一个正在觉醒, 正在成长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们现在能够获得到的能力, 和你真正能够去拥有的, 还不是一个完全一致的状态, 所以有些朋友会觉得生活当中, 有很多事情不可控, 或者说觉得很多事情的发展, 没有沿着自己期待的那种方样发展, 或者是有些朋友啊, 然后一直在向宇宙下订单, 但是会觉得说自己的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 为什么呢, 其实它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因为你们还没有到那种啊, 以许愿就能够去显化成功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们是需要一些时间, 去成长的, 去帮助你们把灵性的能力, 拓展到一个更高的阶层当中, 当然这也是一个冲破的力量, 就是冲破你们当下已经有的这个生活的圈层, 或者说是你的思维的模式, 或者说当下一种很稳定的状态, 能够呢, 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状态当中啊, 就是不管你是如何的弱小, 宇宙的话呢, 会给你相应的指导啊, 帮助你在更高的地方, 看到说是更加清晰的未来, 也是能够说是去更加全面的去了解自己, 感受更多的一些啊, 自己的这个灵性层边呀, 或者说是自己的生活当中, 物质层当中, 更多的一些疑问, 困惑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都能够说是有一定的解除的, 也会是说对于一些人事物的观察, 会更加的到位一点, 对, 这一组朋友的话, 不仅仅说是你们啊, 能够获得到宇宙更多的关爱, 也是说在成长的道路上的话呢, 是一个飞奔的一个状态, 能够说是在短时间之内, 让自己的灵性力量, 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你们的话呢, 可能长时间已经感受到, 自己在上一次的觉醒之后, 已经处于一种停滞期了, 已经就是较长时间, 会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再感受到一些特殊的一些讯息, 就是只能看到自己眼前所看的, 只能够感受到的, 也是当下事物提供你的那些感受, 但是说你即将进入到的是一个灵性更高的阶层当中, 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啊, 更高的一个视角当中, 去看待过去的生活, 看待你过去已经拥有的东西, 你所得到的体会, 你所能够去得到想出来的一些行动的办法, 都和你当下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现在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很难解除的一些阻碍, 很难跨越过去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人事物啊, 都能够说是在未来的时候轻而易举的去解决, 然后也是能够说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灵性家族, 这里的话呢, 你的指导灵啊, 它是能够帮助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 能够帮助你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伙伴, 也是生活当中, 它一定会在旁边给你指路, 告诉你说是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啊, 怎么样去做好这样的生活当中的选择题, 怎么样的话呢, 去做出正确的一个尝试, 然后拿到一个更满意的结果, 嗯, 所以我们啊, 第三组的朋友们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 未来的话呢, 很多事情都会进展的很顺利, 哪怕说你现在觉得自己啊, 属于一种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的一个状态当中, 也是会在冥冥之中啊, 你的指导灵会来到你的生活当中告诉你, 你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啊, 所以这就是激励的力量, 宇宙它不会不停的通过一些好的事物, 然后告诉你, 你是被它所关注的, 然后这里的话呢, 连接啊, 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然后我觉得说你的灵性力量比较提升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能够去连接属于你的那个内在小孩, 连接属于你的高我, 能够获得的讯息真的是比其他人会更多一点, 也许现在的话呢, 你被一些爱情所困惑, 被一些事业上的东西所困住, 然后的话呢, 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看清楚自己的眼前人, 到底说他对你是真心的, 还是说他在去欺骗你, 或者说他是在一种啊, 犹犹豫豫的一个状态当中, 我觉得说你都能够说通过宇宙的能量, 做出说是正确的一个判断, 看一看到底这个人是否是适合自己的, 到底说他是不是一个非常合适这样的人, 到底说和你自己心中所想的是否是一致的一个状态啊, 同时的话呢, 我觉得有些朋友现在其实可能是一种较迷茫的, 就是你不太确定说对方和你之间的一个连接是怎样的, 我觉得说你会是找到自己的一个答案, 那当然最后还要是说的一个讯息就是来自于说有些朋友, 你和一些人事物啊, 你过去是很稳定的, 但是现在可能说是离开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会和对方最近一段时间建立一个连接, 未来的生活当中有对方的, 对方其实会存在于你的生命当中占一个位置, 但是不是所有人啊, 不是所有人, 因为这个连接还是因为我们内心的一个执念, 如果说你对对方有执念, 他的能量才能够去显化到你的生活当中, 如果说你已经完全放下了那个人, 已经觉得说他不需要再出现了, 那他就会是不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这就是一个连接的能量, 因为他就能够把你心中的所思所想去体现出来, 去显化到你的生命当中, 有失恋的朋友们, 或者说在情感当中, 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些能量的朋友啊, 我觉得说新的生活会让你们开心出来的, 你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目标, 但是你不一定是把自己所有的爱, 所有的专注度都是倾注到这个人身上, 因为其实这里连接啊, 宇宙就是给到你的爱是非常宽广的, 就是能够让你发现, 你的人生的重点是可以寄托在你自己更有帮助的那样的一个方向当中, 能够寄托在对于你有帮助有提升的那一类别里, 所以也不是说你会和那个人之间的关系进入到非常甜蜜啊, 或者是非常紧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你会找到说是自己真正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可能会把爱情的, 放在爱情那边的注意力转移到生活当中, 转移到你的工作当中, 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向, 然后的话呢, 就是可以去延展更多, 因为宇宙它会一直激励着你, 让你去做出更多的一个尝试啊, 我觉得说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在接下来生活当中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 可以去做, 当你去尝试的时候, 宇宙的话呢, 它会帮你去做出甄别和判断, 告诉你哪些事情是可以继续投入的, 哪些事情是需要潜尝折止的, 你会很快的话有一个答案, 我们不会说是在一些弯弯绕绕的路上去不停的停留, 以及说是浪费时间, 我们会找到一个更快的路径去走向我们所想要去的地方,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换一副塔罗牌, 来帮大家看一下说是宇宙给到我们的新大门到底是怎么样的, 会有哪些器杰, 有哪些机遇, 新世界的大门和我们当下生活的一个关联度如何呢, 有些朋友的尝试会成功的啊, 因为这里出现的是一张鱼人牌, 就是一个很自由的能量, 我相信有些朋友就是其实心里一直想要去做一些尝试, 但是不太敢去做啊, 或者说是某些感情当中, 你其实是处于一种想要去向对方靠近, 但是的话呢, 又会有一点说不太勇敢, 在曾经的某段情感当中, 然后停留执念, 因为过去实在是爱的太过于真挚, 太过于投入了, 虽然说那段感情也有一些无奈, 也有一些不太美好的地方, 也有争吵, 也有磨合, 但是最终你看向他的时候, 依然心里是有一种较强的执念, 想要在一起, 我觉得你会踏出那一步, 当然也不一定就是旧的人, 也有一些新的人, 想要对你施好的人, 会走近你啊, 靠近你, 和你之间进行连接, 对, 然后愚人牌的话呢, 总之来讲, 我觉得是宇宙给到你的这个新生活, 它这个激励的能量, 能够让你真的很勇敢, 行动力我觉得是三组当中最强的这一组啊, 你们可以说是去尝试很多你愿意做的事情, 我觉得过去的话其实会有一个能量, 就是当你想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会因为说是行动力不足, 或者是信心不足, 觉得说自己做不到, 然后从而的话呢, 错失一些机会, 从而的话呢, 就是没有, 就是有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去提升自我的机会, 没有被抓住, 那这里的话愚人牌其实我觉得很好啊, 就是这组朋友能够一种不受外在限制, 能够说真的朝着自己内在小孩, 内心小孩给到你的那些提示, 去做一些尝试, 就是这种终于有突破了, 走出来了, 有些朋友一直就是想要去出去, 但是有一些压力很大, 所以长期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较为停滞的状态, 并不是说一定要大家走出去啊, 而是说走出去的时候, 其实会对你的一个疗愈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会看到有些朋友一个人在家里, 就待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阶段了, 待了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然后就是不想要出去社交啊, 不想要出去聊天, 也不想要去结交朋友, 也不想要去调整自己, 改变自己, 对, 愚人牌我觉得说你终于就是非常帅的, 不管说你们是女生还是男生, 就是很勇敢, 自由的, 也是说去靠着自己的本性去做一些行动, 所以说未来之路会是很愉快的, 因为愚人牌真的很快乐的一个能量, 因为你受到约束越小, 你就会感觉到说自己行动力越强, 也包括说是自己能够是朝着自己想要做的那样方向去行进了, 你看你们现在的一个生活其实是一个保健期, 保健期总感觉是有目标, 但是的话前方有阻碍是吗, 那你看愚人的时候, 其实阻碍还会是有, 因为我们毕竟的话呢, 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 看起来是不可预测, 不可预估的一些事情会出现, 但是不代表说当生活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要绕道, 或者说我们就要去停下来, 这里的话就是我觉得你们心中会小心一点去做, 因为身边会有人提醒你, 会有人告诉你应该去注意一下, 有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失误或者是伤害, 但是的话整体愚人牌给到我最好的一个能量, 就来自于说它这一份勇敢的心, 你能够说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到说筛选自己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愚人牌子的能量你看就是一个观察和行动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会出现,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新世界的它们好快啊, 圣杯二, 哎呀, 你看啊, 这两张牌也很有意思, 对吧, 所以一张牌的话, 两个人其实是面向不同的目标, 不同的方向, 虽然说两个人精神上是在一起的, 但是生活却不得不迫使两个人去看向不同的地方, 但是圣杯二就比较好了, 这就有一种说两个人心啊, 心和身体都是在一起的, 而且说是越走越近, 你看这个啊, 宝剑五嘛, 就是两个人越走越远了, 两个人就有自己的一个规划和计划, 步调, 也就是说是目标都不一致, 可能还是会有冲突, 但是说你看, 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就是两个人之间会更加的走近一点, 但是不一定就是那个人, 不一定就是那个人, 因为有些朋友会遇到新的人, 新的一朵桃花向你靠近, 它会对方的话呢, 递出这个圣杯给到你, 告诉他对他对你的一个情感, 告诉他告诉你他对你的这份爱, 有这种一见钟情的能量, 而且说对方到底说是你们会遇到的新人, 还是旧的人的话呢, 因为啊, 你就可以是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因为圣杯二带来的能量, 就是你们两个人心灵上是很契合的, 是真爱的能量啊, 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一段恋爱, 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就是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真爱, 到底是不是真爱, 其实你们能够说是通过过往的一些经验, 能够去做出判断呢, 如果是一个新的人, 大家就勇敢的和对方互动, 以及说是交流, 这个人会给你惊喜的, 如果说你们接下来生活当中是一个旧人的话呢, 那对于说过去两个人关系当中的一些阻碍的话呢, 大家该放下的是要放下, 尽量是让自己变得柔软一点, 因为一张是保健牌, 一张的话呢是水元素, 它是一个非常的理性和非常的感性, 两边的一个极端, 也会是说你如何去走进你的新世界的大门, 那也就是这个情感上的一个转变, 不管说是来自爱情上, 还是说是人际关系上, 让自己变得柔软一点, 不要适应硬碰硬, 不要是硬扛, 不要是一个人硬, 然后不寻求支持啊, 就是你明明某些事情上做得很辛苦的时候, 然后你也不让去别人帮助你, 这样的话呢, 其实都不会帮你去离这个新世界大门越来越近, 只会是速度越来越慢, 不会越来越远, 只是说会慢一点, 好吗? 大家还是说要尽量去调整自己, 调整自己和周围人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然后的话呢, 尽量就是该寻求帮助的时候, 就寻求帮助, 不管说过去如何啊, 我看到是有些朋友就是情感上留恋于过去, 过去的某些好的事情, 或者是好的情感, 或者是不好的一些事情, 不好的过往, 大家的话, 给他放下, 放下, 最重要的话呢, 是看看眼前人, 再抽一张牌啊, 好, 这里的话呢, 权杖一的逆位啊, 权杖一逆位, 那好吧, 我们第三组朋友嘛, 之前说到权杖四的时候, 就是你们的关系嘛, 之前他不是说你们已经即将进入到一种状态, 即将进入到生活, 你是比较清楚的, 即将进入到的可能是婚姻啊, 或者说是即将进入到的是一个, 嗯, 就是你自己有升级, 可能你要去当妈妈, 或者是你要去当爸爸, 或者是其他身份上的一个升级, 你会不知道啊, 不知道说是这份生活,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权杖一的逆位, 就是我觉得你会从那种忐忑的状态当中, 回归到一个平静的一个状态里面, 就是其实权杖一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还是这个变动感是比较强的, 就是你随时还想要去更多的为自己考虑, 或者是为自己, 以你自己为主, 然后权杖一的逆位, 并不是说你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就完完全全的以你自己的生活, 接下来的生活, 或者是接下来需要去出现的那些人是我为主了, 它其实让我看到说是你不会说是过于关注自己, 你其实生活当中拥有的人, 或者是拥有的情感会更多一些, 那同时的话呢, 有些朋友啊, 渴望激情, 渴望热情的话, 你这里会有一些激情的, 就是其实两个人都是比较的, 怎么说呢, 会偏向于说是一种啊, 对未来考究的比较的到位, 或者是比较理性, 就是很难做出那种很上头的一些事情的话呢, 那这里其实权杖一的逆位, 就是你们感情虽然说是很稳定很稳定很平稳啊, 然后最近的话呢, 也会是就有一些激情的能量, 不管说是从各方面来讲吧, 有激情的能量, 能够让你们感受到对方和你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亲密度, 但是他可能一开始看起来不是一些好事情啊, 因为大家应该经常看塔罗牌知道, 权杖一的正位是很好很热情, 权杖一逆位的时候难免有一些担心, 那其实权杖一的逆位在这里的解释给到大家, 就是说你们之间的这个很激情的能量, 它可能是不是故意安排, 是偶然而为之, 然后同时的话呢, 是通过啊一点点痛的力量, 感受你们两个人关系的一个重要性, 就是有些朋友在接下来的生活会进入到一种说, 先痛, 然后再甜, 就是你们的生活它是很平静的, 然后宇宙也不会给你安排一些特殊的考验, 然后你们如何能够去感受到, 再次感受到对方和你之间的能量连接的重要, 其实就还是来自于你们两个人的内部, 所以其实会有争吵啊, 有争吵或者是意见不合, 不一定是争吵, 就是有一点小小的摩擦, 但是这个摩擦只是一个气节, 它引动了你们两个人对对方的那种重视程度, 也许说两个人平淡久了之后, 就会觉得说这段关系若有若无, 若可有可无, 是吧, 那经过一点点就是痛了一点之后, 其实你就会发现说, 对方对于你来讲还是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经常, 就是当你生病过之后才会感觉到说健康多么多么的重要, 是吧, 它就是通过一些不舒服的能量, 引起我们对于某些事情的一个重要程度, 对, 那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讯息给到大家,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抽雷诺曼啊, 帮大家看一下说是如何去做好吗, 如何去做才能够是让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新的一个生活当中, 好, 那我们这一次选到的是这个啊, 这些教徒的雷诺曼, 哇, 那这一幅棺材的话呢, 其实会有两个讯息给到大家, 第一个啊, 如果你们的关系, 现在的话呢, 你有一点说懒得沟通, 懒得交流, 懒得就是聊很多事情, 甚至说你是绝望的一个状态, 那你势必要对他保持一定的热情, 当对方主动走向你的时候, 主动给你一些台阶的时候, 我们就接住他好吗, 我们用一个说是还对他有信心的一个状态去接受他, 然后的话呢, 同时他也是代表着封存啊, 比较两极端, 其实有的时候解释这些棺材和那个死神牌的时候, 真的很难解, 就是因为, 因为说是大众占卜啊, 大众占卜的话能量讯息太多了, 所以他带来的解释是非常的两极化的, 然后大家就尽量自己对应吧, 如果是有些关系啊, 就是你明明知道过去已经尝试过了, 如果说你过去已经就是努力的向对方, 沟通和付出之后, 对方的话呢, 还是处于一种很拒绝, 他就拒绝沟通, 拒绝回应, 适用一些冷战的方式和你相处的话呢, 那显然来讲, 棺材就会代表着说是, 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封存起来了, 有些关系呢, 可能真的不属于我们, 那到底说是哪种结果, 我刚才已经说了啊, 就是如果对方他主动的话呢, 那你就尝试接受, 如果说你已经尝试过了, 那就代表这说, 他确实要封起来, 要留在过去的一个阶段当中, 不是我们要带入下一个新生活, 新阶段的一些内容了, 就应该停在于过去了, 和某些人一样, 某些人如果离开的话, 那就让他离开, 对, 这是棺材牌带来的一个讯息, 哦, 牌炸了, 稍等一下, 我把牌窗间抽一下, 好, 戒指啊, 戒指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说我们啊, 第三组的朋友, 就是如果你的生命当中, 有一些其他的关系的话, 更重要你要重承诺, 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些朋友, 你们跟某些人之间的关系, 超出了道德之外, 那你如果说, 必须要做出选择的话呢, 你给过谁承诺, 就给谁, 先给谁承诺, 那就先尊重谁, 好吗, 然后的话呢, 还有是什么啊, 它其实是一个突破的力量, 就是有些朋友在一些旧的循环当中, 一直在去做同样的选择, 同样的一些事情, 那宇宙在告诉你, 跳出来, 好吗, 你如果说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一直转圈圈啊, 那你就没有办法说进入到下一个阶层当中, 这里其实两张牌都在说这一种, 比较封闭的一个能量, 你们的话呢, 可能是有一种特殊的方法, 或者是特殊的思维, 让自己不受伤, 让自己的话呢, 不会被某些事情伤害, 或者说是你已经受过伤了, 害怕走出, 拒绝走出的话呢, 那一定要跳脱出来, 好吗, 你必须是你要跳脱出来, 你才能够去进入到下一个阶层, 下一个新生活阶段当中, 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啊, 然后的话呢, 如果有新的人事物的进入, 那大家一定要留意啊, 留意的话, 同时带来一个能量是怎样, 同时的话要去接受新的人事物, 不用过于的流连过去啊, 这里宇宙给到的提示就是, 如果你必须要做选择题, 一个新人, 一个旧人的话, 选择新人, 把旧人留在过去, 你是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跳脱舒适圈, 进入到一个新的圈层, 然后新生活才会到来, 然后以及说宇宙给到你的东西才是新的, 你不能再去做一些旧的选择了, 不能够说是再去尝试过去已经尝过的一些东西, 很多事情的话呢, 大家该原谅就原谅, 该放手就放手, 我们的生活就会去更加的继续, 无论说你当前生活是在某一个阶段当中, 你们的话呢, 一定要去尝试性的去做出改变, 就如果说是之前你一定要去选择某件事情,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说看其他的事情, 能不能也让你到达那样的一个结果, 你尝试之后会发现说更多的一个可能性啊, 就是有些不吃香菜的朋友们, 你尝一口之后也许你的新世界大门就打开了, 当然也是说, 如果你必须要尝试一个调味料, 但是你又很害怕香菜, 你又已经曾经尝试过香菜之后, 寻找一个新的好吗, 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当中属于一种空白的一个状态, 我们需要更多的调味品,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是非常的丰富, 变得就是说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的生活也是需要很多的颜色, 很多的事物, 共同充斥着, 不要是让它在一个旧的循环当中, 去一直啊, 就是不断的循环, 然后以及说是该修复的就修复一下, 该放下的就放下, 这其实就是宇宙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 以及说有些承诺, 如果说你已经等了很久, 它一直不来, 那就也是说那个承诺可以放下了, 实现不了的东西就不必再执着了, 好, 那在这里的话就祝福大家, 我们所有的排榻呢也已经解读完毕啊,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大家可以关注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最后的话呢, 依然是说希望第三组的朋友们可以领取好运,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开心, 然后以一种轻松的姿态去拥抱新的生活, 拥抱生活当中会出现的新的人事物, 当你的能量越高的时候, 你就能够去匹配到更好的人, 更好的机会啊, 更好的一些转变到来, 祝福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